大家好,我是Nio 上一期我们聊了聊日本当年是怎么把自己玩废从而陷入了失落的30年的 那么这一期,咱们就来看看日本究竟做对了什么 才让自己再次焕发生机的 而这一切,要从一个让中国人感到很尴尬的人说起 小泉纯一郎 在中韩网友眼里,小泉就是个败鬼专业户 但对世纪之交的日本人来说 小泉妥妥就是个卡里斯玛,极具领袖魅力 因为小泉打出的旗号非常诱人 要砸烂传统的自民党走小政府路线 日本轰轰烈烈的结构改革开始了 当然,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策略 我们只是批判性的讨论 那么OK,小泉的结构改革主要围绕着化解不良债券展开 具体内容有这么奇象 一,地方自治,地方能做的就交给地方 二,民营化,民间能做的就交给民间 但银行必须中央国有,中央出钱买断不良 这两项总体上是为了减少中央政府的负担 从而引出了第三条 财政改革 精简政府结构提高政府效率 经济发展中控制国债发行额度 政府不再代替居民做投资 那么政府不投资了 就得引导居民去投资 这也就是第四条 挑战者支援计划 让奋斗有意义 完善社会公平 包括证券交易环节 从而引导居民储蓄变成投资等等 这些改革特别是第一条 肯定会触碰到主银行的利益 因为此前日本的银行很多都不是中央国有 分控只能说是聊甚于无 银行高管不但薪资很高 而且还能通过违规贷款 谋福利 这样下去银行快账只会越滚越大 而且永远是个盲盒 所以小泉想到的突破口 就在于注入国资 好让中央政府拿到财务报表 于是他找来了竹中屏葬 做个经济大成 竹中是个超级强硬派 虽然是学者出身 但说的话那却是相当的粗笔 他把所有的银行高管拉到一起开会 威胁到 你们如果不接受政府注资 那就把自己的屁股露出来给我看看 为了不让定言被定言一看 大和银行 日本联合金融控股集团 三井驻游金融集团等等 十多家金融机构 纷纷在2003年5月缴械投降 日本因此处理掉了 90万亿日元的不良债权 这相当于泡沫时代 日本所有银行放出去贷款的九成 经此一议 日本股市终于逃离了长期下跌 开始上涨 并且由于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日本经济终于在2006年 出现了强劲增长 通胀率时隔八年终于转正 小泉以傲人的政绩急流涌退 但日本央行开始整活了 迫不及待的收紧了钱袋子 因为当时日本央行认为 物价稳定就等于零通胀 结果万万没想到 08年金融危机转瞬即至 西方国家开始有样学样 搞起了量化宽松 但日本由于退出过早 没有跟进导致日元过度升值 最终引发了四年大衰退 四年衰退中有一个人却笑了 他就是安倍晋三 作为小泉纯一郎轻定的接班人 他在07年被赶下了台 结果幸运地躲过了次贷危机 最终在2012年再次回到了日本权力核心 安倍上台后发现长期通缩是制约日本经济的关键 但作为解决通缩关键的两只手 日本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却经常打架 常常是政府想通胀 结果央行先被刺 所以安倍要求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统一目标 一起把通胀搞到2% 但当时央行行长白川芳明很不给面子 直接拒绝 安倍一看不换思想就换人 于是就让黑田冬雁上台 两人朝着2%的通胀目标共同前进 具体的政策被概括成了三只剑 第一只剑就是积极的金融政策 也就是量化宽松 第二只剑灵活的财政政策 也就是要扩大国家财政支出 提高政府补贴 减少国民生活负担 第三只剑 经济结构改革 改变小全的小政府路线 增强经济活动中的国家意志 包括放松管控 对外资放开能源 农业医疗等产业 引导日元贬值 增加出口 给企业降税 前后一共降了20% 要求企业给员工涨薪 限制加班 增加消费税 从8%增加到了10% 提高女性在经济活动中的参与度 允许有子女的职业女性 雇佣外国人做家务等等 站在居民的角度 政策落实到身上的感觉 肯定有好有坏 但如果单就通胀这个目标来说 或许日本得感谢乌克兰 日本经济终于走出了通缩 但直接原因 或许不是搞了10年的货币宽松 而是俄乌冲突的爆发 这是日本央行前行长 黑田东彦在哈佛大学演讲时的原话 作为安倍时代量化宽松的操刀人 他只觉得日本是捡了个洋老 原因倒也不难理解 首先就是俄乌战争 导致国际能源价格扑涨 2020年4月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每桶只有20多美金 但到2022年4月 每桶已经涨到120来块了 虽然随后震荡下跌 但现在每桶还得卖80美金左右 这就给日本带去了输入性通胀 毕竟日本每天就得进口原油273万桶 同时全球又赶上了美联储加息 日元贬值 日元兑换美元的比例 很快从2022年3月的115比1 贬值到了150比1上下 跌幅超过了30% 这对日本来说有这么几个好处 1. 进口产品以日元计价的时候 价格上升 从而进一步推高通胀 2. 日元出口换算成美元更加便宜 从而刺激出口 3. 日本企业海外资产换算成日元增值 也就让企业更加值钱 这两项会让企业的报表变得更加好看 从而推动上市公司的股价 4. 日本资产以美元计价的时候变得更加便宜 外资眼里投资日本的股市和楼市更具性价比 不过各个经济体之间 股价和汇率的关系不完全一样 不是这么几个字就说得清楚的 我们会再用一个会员专属视频聊一聊 所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看来 日本通胀一直在下降 但货币政策的工作尚未完成 如果俄乌的问题被市场充分消化 日本央行又决定加息 那么日本的资产价格可能就会下跌 到时候岛国能否持续现在的风光 还真就不好说了 但也有的机构认为 日本的增长不全靠外部推动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在安倍时代 日本也搞起了产业园 在日本雄本县菊池这个地方 日本建起了半导体园区 已经承接起了台积电的产业转移 这就等于说 日本在21世纪初电子产业全面溃败后 终于又找到了一个除汽车外的支柱型产业 同时由于安倍的改革 日本现在有良好的营商环境 资本市场有健康的投融资机制 这些机构认为 日本总体上非常具有竞争力 那么这个观点能否被证伪 就要看这么几个指标 一 日元什么时候升值 二 日本什么时候退出量化宽松 三 升值退出之后 日本的股市楼市是否能依然上涨 如果还很坚挺 那就说明日本这一波风投 不全靠乌克兰 更多还是内生动力 说了这么多 这个专题咱们简单梳理了一下 这三十年日本是怎么过来的 总结下来 它能够再次进入振奋时刻 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 有击碎成就思想后 对泡沫的重新认识 有对小政府的智力尝试 有增加政府存在感 后对企业智力的改革 有走出债务周期后的轻松愉快 有俄乌冲突后的时代红利 也有供应链再分配后带去的国运 只是对于梦碎在90年的昭和男儿来说 三十年的噩梦实在是太久了